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鱼苗也没有注射荷尔蒙和抗生素 我们的生产量却有一般沿海养殖场的20倍 要全年供应金木炉 红鱼和石斑不是问题 这有助于加强新加坡食品供应的保障 我们这里有捕捞和处理新鲜鱼的设备 所以我们可以减少碳足气和保护环境 环保方舟消耗的能源会比一般养殖场低 我们会把污染的水过滤后再把它排回大海 避免污染海水 2030年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 对我们这个小岛非常重要 要在2030年达到国人营养需求的30% 3030愿景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有了政府在创新和科技方面的支持 本地农业食品行业不但可以提高生产力和资源效率 也可以更有效地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